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香港人为了买层楼建立自己的安乐窝 可能要牢牢一身 每个月供楼和交管理费 已经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今年屋苑招标维修工程和采购服务 出现违标或者二次违标的个案 这些个案里面小业主保售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业主、业委会 甚至乎法团的重重围困 那究竟怎样看着自己的荷包呢? 看解围 我们帮努力 好 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看我们解围这个节目 我今天身边有一位上过来的嘉宾 你再次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郑麗瓶 我来自中西区 在中西区服务多年 今天Winfield和Bonnie妹妹妹 请我来 因为我是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的委员 想上来分享一点点的 你是全港唯一一个民主派的委员 是啊 看民主派 这个是很重要的 全港唯一的 可能是花瓶 我真的不知道 他当然想你做花瓶 但你进到这里不会是 是的 我们很放心 不知道的 King 除了是物业管理业监管局之外 他还是中西区议员 应该是现时最资深的其中一位中西区议员 有很多经验 以及Bonnie和我们一直都跟着学习 不要这么说 知道我们 因为你已经知道这个世界 什么叫做长江后浪推前浪 其实King在过去来说 他是一个很厉害的后浪 是一个很厉害的 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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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了很多前浪 我没有推倒人 不是 就是两个前面 就是你一直保持 不用要人倒的 你明白吗 不用要人倒的 我们是同同服务中西区 我从来都是觉得有事情 大家一起做 很简单 King是其中一个很认真的嘉宾 我们很少嘉宾 两开麦前 我要说什么 你问我什么 需要彩排 你认识我的人知道 其实我们是不彩排的 很认真 我们都很认真的 我们知道要搜集的 《解围》这个节目 这么受欢迎 有些人在网上看了 都会说 郑麗琴昨晚有没有看《解围》 我看了一半 坦白说 我只是开放一张桌子 所以我老实说 我不是一个很乖的观众 我要上来做功课 有时间就看 我知道 我要上来交功课 我当然要做功课 上来才可以做 我们今天就讲这个 《物业管理业监管局》 其实名字都有些类罪 那没办法 因为你叫《物业管理》 简单叫《物管》 什么都要管 他就多个《业子》 你讲到我们的房子 一座楼大厦 今天叫《物业》 他又没有叫《大厦管理业》 什么时候改成这个名字 我都不知道怎么来 总之他的名字 真的有很多个业 《物业管理业监管局》 好像叫《626》 我没记错 这个是另一个法例 除了丁屋邨屋 其他全部都管 我不懂丁屋邨屋 除丁屋邨屋 除丁屋邨屋 及政府物业之外 政府物业是政府带的 保险都不用买 还有潜建 政府物业最好 这个是潜建问题 你还说了其他东西 潜建问题 潜建问题不一向都存在 政府可以不用经屋义处署署批准 就可以潜了 是 因为政府物业是由建筑署去管 不是由屋义处去管 但我们的街坊的潜建 便会哭了 哭打哭殺 那些都哭了 你知道我上集邀请了密德正 哦 东區區議員 我知道谁 阿正 他跟你一样 你比他聰明 你比他带得大答 不要不说 他有六頁 他上次六頁 他说不完 下集再来 九条問題回答了 四条 四条 说不完 因为我们觉得稍微轻松些 等观众听的时候 不要这样死板 在背书那么背 我觉得是好的 我们访问一下 阿慶先 我们习惯叫阿慶 是啊 我叫鄭麗慶 大家不要觉得我们是后辈没有礼貌 我是皇帝 叫Angie 慶 我们一直都叫他阿慶 我们一直都叫他阿慶 不论我们十多岁都可以叫他阿慶 这个名字是小学叫到现在 对 小学叫到现在 所以全个中西区的人都叫阿慶 叫阿慶就是阿慶 是啊 没错 阿慶 我想知道 其实上次你来的时候 大概八九个月前 八至九个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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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我们解为成立初期 很早已经 你是我们其中一个在计划里面要聘的 是吗 因为为什么呢 你这么有计划的 是啊 现在是相对没什么计划的 各位观众和阿慶 我真是不好意思 因为阿慶和Carmen跟我谈的时候 是叫我做十三集的 哦 现在当然十三集 我多过几倍 我当时是十三集我规划了 对 我这一集我要找阿慶 我一定要约到阿慶为止 因为阿慶就是物业管理业管理局的委员 所以当时你一定是相对是早的嘉宾 因为你是我规划之内的 其实说真的 就算阿慶不是物业管理业管理局的 过往我们在阿慶身上 认识那些大管理的 我都要找他上来和他分享经验 老实说 不用了 现在你去到这么多地方 我们处理那些是一些激烈一点的 阿慶有个好处的地方 通常那些街坊在他协助之下 每个都很开心 我去到那些地方有个交叉的 要探罢 有一次要吵架 不行 吵架很辛苦 阿慶又可以以油济缸 不是 有时候跟法例做事而已 你管理公司也好 立案法团也好 业主也好 租客也好 跟法例做事而已 很简单 你喜欢告别人就告到够 吵架解决问题就不用有法例 阿慶来了一个在中环半山 是走不通街的人 沿途一定有人跟他聊天 走很久 即是其中一个 我肯定是 我住跟阿King 我心想 我跟阿King走 我先走 他走在后面 又这个又那个 另一面又不见了他 通常都是这样 我一个区认识了他太久了 街坊太疼我了 真的 他经常有很多东西吃 我张海 你见到我张海 你见到我张海 我张海 我都不好意思 我都不好意思 他两个现在特别 关系 因为他们两个是联合办事处 对 你又是联合办事处 有客人吃的 我来 所以 所以 所以我们两个肥嘟嘟嘟 我们整个口号就是减肥 我也是 我也是 终身事业 我说你减肥吗 他就跟我说 我不肥 谁减肥 那就是了 难道瘦了谁可以减肥 所以说回 涉管涅监控局 好 现在 总共大概开了多少次会 我是很懶的 因为我没有进入全部的会 你没有进入全部的会 他有五个尝试委员会 里面有专业发展尝试委员会 即是你进入了那个 还有一个就是作业及审核常设委员会 名字很长 还有一个就是牌照事务常设委员会 还有一个就是 纪律常设委员会 还有一个 财务及策略发展常设委员会 名字好像很长 五个 有些我不懂的 譬如财务及策略 你管我自己户口就可以 你管这麽大堂的户口 我真的不懂 这些会我没有进入 这个常务及策略财 他叫财务 财务委员会 是讲这个局的财务 是呀 就不是讲那些物业公司的财务 不是 因为这个局 大家还有个妈妈都知道 懷胎十月 他真的要懷胎十月 什么都由零开始 你试试那样东西由零开始 到今天为止 他都是生得出的东西 都不是太多 还有要经立法会 还有有些地方他要跟立法会 不知道又借钱 不知道怎样做 现在做开荒牛的时期 是呀 是呀 如果由零变有 是相当困难的 譬如刚才提到的 紀律常设委员会 我们现在一排都未发出街 不知道哪个犯规 你哪有紀律可以说 这是将来 万一不幸运 现在讲牌照 都是复杂的 可能 可能 大家请大家公布 可能有什么公司牌照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很多物业本理公司 有些叫经理人 有人自然 好像我做社工 我是注册社工的 我是用人去注册社工 鄭麗芹注册社工 每年乖乖地去交年费 然后要把我什么 无犯罪记录 现在的方向都是 公司也有牌照 人也有牌照 等他公布 可以是选择之一 总之是有牌照 你到时 可能做物业管理的朋友 你没有牌照 那怎么管呢 还有有些大厦真的 邀请经理就可以了 他不用公司也可以 我们见过 所以 紀律暂时未开工 他都开了工 我相信他想定 我认识程序是怎样 或者商计是否有些罰則 他都要制定 其实好像还没开工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排照事务 其实全都在谈论很多东西 即是怎样发牌 没错 作业及什么什么 守质 这个就是说 我们那里会去 都有一些出了小 现在你可以尝试 作业及审核 尝设委员会 有些你会看到 是做了事情 当然最快要做的一件事 就是专业发展 最快要做的一件事 首先他已经有了一个会址 如果你上网 找到物业管理业监管局 你会看到他在湾仔 王后大道东248号 即是很阳光 那里叫阳光中心 九楼 他有两个单位 904至905号 那里就是他们自己的会址 我们的局有个会址 他也是邀请了同事 当然我想他们的全中心一定是没聘务 至少有几个 真的可以运作中 如果不是要靠 收睹中心的民政事务总署 抛一些人出去做 我想那里的人 一定是民政事务署 他们都不太能帮助局 所以局最快就是 第一租到地方 第二趕快請到日子 還有他的電話可以宣傳嗎 可以宣傳 挺好記的 36961111 又是三字頭那些 我都很害怕 現在是不是全部都是三字頭 他打給人的時候 三字頭你不聽 你沒有聽過急症室 都打了很多次電話 說家人有急症 打了十幾次都不聽 現在家人有事我三字頭都要聽 完全明白 所以這個地方 如果大家覺得去找找材料 或者可以上網去看看 當然現在是沒有什麼資料 開放是給你問的 應該開放的 有服務辦公時間 公眾人士魚肉親身查閱 監管局成員或其核下委員會成員的 利害關係申報 現在整個谷靜可以申查這件事 是呀 查我們的利害關係 也好 我們申報很厲害 其實利益的關係 當然厲害 因為去年做這個時候 我們逐個有看過 我想最跟物業公司沒有關係的是你 最沒有關係的是你 還有我沒有產 其他可能很多時候都是業主來的 或者是一些管理公司的業界人士 業界人士管理業界 當然是多利益申報 但是他們又說他們才是專業 我不否定 就是這樣說 你知道現在都有大學一直去開這些學科 我估計將來這個物業管理都應該是一門 要專業你才能管 因為現在的大廈是越來越複雜的 有會所泳池 講這些很小異科 小異師有些更複雜到不知道有些什麼 我昨天才出事 有個屋苑 處理了很多次管理費的問題 管理費不是跟公企交嗎 煩到嘔吐 我再說一次給你聽 公企交的 有很多帳戶 他有住宅 有商場 有停車場 然後這三份東西是有份數的 自負刑規 三份東西都有份數 但是三個戶口自負刑規 不是 三份東西都有份數 但是他就叫你做四盆帳 哪些四盆帳呢 就是住宅 商場 停車場 及共有的 即是四盆帳 但是這個共有的 是不是給我們講的聲傾分 不是 共有的 因為有些地方 有些設備 是互相分享的 即是走廊 是的 可能停車場也有用 商場也有用 那就要分享 那些公用部分 好了 住宅部分 就跟份數 對 不是 公契寫了 你不能說對 我告訴你 但是 住宅和 有些東西是在一起的 一起的 住宅和商場之間 都是用他們的份數去做比例 但是 商場自己的 就用他們的尺數來做比例 那些一格格的 不是用多少面積 一個個單位的 面積 是的 但是最大的問號就是 公契裏面沒有列明他們的面積 OK 好了 然後車位也有車位 好了 美豐集完 還有 因為商場部分 有自己的 公眾地方 冷氣費 一定有冷氣費 因為商場冷氣很厲害 然後商場有某些住戶 就是 不用用中央冷氣 自己安冷氣機 不是 因為它的設計就是 它是一個比較大的鋪位 兩層高的鋪位 其實一直都是在用 我以為是車仔店 車仔鋪 因為最初他拿了一個法律意見 就說要分個冷氣費給他 即使你 沒有用 也沒有用 我們見很多 地鋪不用升降機的 夾升降機 維修降機和換升降機 也要夾錢 沒錯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寫的 所以當時他們有問我 莊先生他們沒有用過冷氣 但是律師說 公契是寫了他們要夾 那是不是應該夾 那是律師說的 你不是要跟律師的意見 那是書面的意見 是不是 我不可以挑戰 總不知道 誰知道 跟著這些東西 我就叫那個 做幾次諮詢會 做完諮詢會 到別人真的交管理費 那個大舖那個 就說 我交舊那個 我不交新那個 因為我覺得我對 你們錯 那這個是公契 沒有錯 沒得說 你找到百分之百業主 去改公契嗎 你的想法跟我完全一樣 最慘 最糟糕的是什麼 大業主 就是你再拿去問多次的律師 同一個律師 是啊 可能是他對 那肺炎 但是你同一個律師 是啊 不過是這樣的 要拿去土地審財處 是這樣的 本來是的 不過我昨天想了一條計劃 我今天不能說一條計劃 我想了一條計劃 就處理了它 是不是那位是大業主 是發展商 不是發展商 不是發展商 是不是之後可以在這裏 再說給我們看 之後啦 解決了就在這裏說 因為我給了一條計劃 他就不用去討審 這個我們容後再處理 但要業主同意才行 我不知道是什麼計劃 是其中一個方法來的 不過另一件事 可能會有個簡單一點 折衷一點解決方法 因為其實 對於法團來說 怎樣分解那些 最重要是看著一個例子 它不會有一個preference 就說 我想你多一點 我想你少一點 根本就沒有這樣的取向 所以不會針對任何人 你唯有就是相信 他的貿易管理公司 他都是根據公契賦予管理公司 計算那四盤數 為什麼要有第四盤數 公契叫他有第四盤數 最慘的國元 三十年來都沒有跟過公契去 還有他有沒有 每一年要做一個report 他一定過了五十貨 他有做的 不過新接受這個法團 前面的帳就沒有了 唯有一筆勾銷 從今天開始就知道 但他們也不想一筆勾銷 因為有很多東西是追債的 有很多東西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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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去到這些屋苑 就真的比較複雜 廢神一點 還有他們 所以為什麼我把這件事說出來呢 因為他們搞到這麼複雜的事情 我覺得是一定跟物業管理公司 但是發展商寫了那些規則 可能有沒有一些智商矛盾 令到管理公司 管理公司是不是他的契仔 是不是他的 我同意的 發展商底下有紙公司 我同意的 我同意他的公契是複雜而難執行的 不過我要收聽一下我句話 他們這個個案 是受物業管理公司的影響的 就是不止一間 因為歷來這麼多間 每一間都是拿了這麼尷尬 每一間都拿了這麼尷尬 是嗎 亂七八糟 真的想哭 真的想死 最新的那間 現在正在做的那間 還說到自己如何聰明 然後我最搞笑 我說現在你們要改價錢 是不是重新招標 是不是 他自己不入標 即是放棄了 意味著他又要轉管理公司 他原本就是推翻了大業主的管理公司 推翻了很久 我接手的時候 他已經是之前 再之前再之前 很多間已經沒有了 DMC Manager 很早就沒有了 因為現在 很多是發展商 他發展了一個物業之後 就自然交給他兒子去管 他兒子管管一下 就覺得自己 我一會就很怕心口 我會很厲害去管下去 一會就說我叔叔不管 不知道什麼事 我們見得多 他自己辭職 我不管 你們自己招標 諸如處女 我又不下標 你終於找誰找誰 不關我的事 但找回來的那些 大家都想著 越便宜管理費就越好 有時候 越便宜管理費底下 原來找一個 怎樣形容呢 或者是未夠水準去管 即是未夠水準去管 剛才你所說 但未夠資料 沒錯 你所說 住宅停車場商場 有冷氣費 有公眾地方 他都不知道自己公眾地方 可能連同十個三波 他可能不知道 但他要包含 或者有公眾跌倒 怎樣處理 對 複雜到 沒錯 如果阿慶 所以阿慶 永遠都要向正面的方向看 我同意你的說法 其實我也是覺得 其實我們坐在那裡 即是說那個屋苑 你派哪一個管理公司來 我們都這樣協助他們去處理 我們是公平公正公開 很簡單 但我想跟你說一下 現在現實就是 那些人怎樣操作 所以要監管 那些物業經理 我支持他成立 我最簡單 剛才我說四盆帳 你叫專業 我說四盆帳 我說四盆帳 我在2016年的聖誕節 2016年的聖誕節 叫他 一他們拿到法庭回來 上了一場新管理公司 我跟他說 第一件事先分開我的帳 管理費的比例是不對的 現在 你第一件事要做 但是不能改公契 對 你分帳 但你起碼都把住宅 商場 停車場 這三部份的電錶 分開 分不分得到 我不知道 首先我不知道分不分得到 但我都叫你去approach 我說了16個月 他都沒有去嘗試過 那個物業經理 第一天見我那個 我告訴你 那個人 我再見到他 我就開名 那個人是怎樣 給老人的眼睛 所以現在我忍他 你知道他怎樣說 他說 你放心 我見到這麼多這些 我說 有了 你也知道 我們不會發聲 你說你厲害就最好 你做到最好 最好你厲害 好了 我只是說一句 我說麥先生 你吃麥的 那個人 我說麥先生 我說 你說得這麼厲害 下次開會 你不要不來 好 對不對 你一定要來 他說我一定來 我怎會不來 我的牙齒當金 說完出來之後 我以後沒有見過他 被人解僱了嗎 沒有 但是我在其他的盤子 看到他 我罵到他 怕街 你在那個盤子裡 說你一定來 結果你又不來 我所有的事都沒有做 怎麼搞的 所以要監管 所以要監管 專業 還有全部要跟規矩做事 做錯了可能要罰 至於處女 我不知道怎麼罰 我覺得要公平的 我們說要去管人 我們都有一個最基本的準則 答應了人的事情 當然我覺得 你不要下巴輕輕 第一件事 誠信很重要 第二件事 你不要有個想法 就是 我這次來 給你們租職員之後 然後我不來 不可以逃避 因為他是屬於公司的高層 我猜他對上只有兩三個人 他就想著自己有個高高在上 就點一些男人來 但是我見過一些管理公司 譬如他一年開五次會 五次都不同人來的 然後那個人就會說 我不知道上手做過什麼 我現在才接手 經典對擺 現在也是這樣的 但是我們這些法團的委員 當然是想 你可以一個人 姓陳就是姓陳 你一直跟下去 乖乖地 不是見得多 是經常都見到 那個人慘了 我們好像教兒子 你現在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可能也不知道 或者他回了三個工 你罵他 他真的很慘 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或者沒有人教他 我想提一點 其實這些職員 轉換人家東加不打打西加 這些平常事 我想說 其實我們反維彪聯盟的團隊 那些同事都有換 但是你問一下 來找個我們服務的人 我一定是要同事加上 都很清楚的 還有我們的機制 就是要他寫清楚一些東西 根本上都不關誰的同事跟隨 所以就算我這麼久 好像只有一個同事離開 一個同事離開 一個同事離開 我們不斷加人 一個同事離開 但是那個同事 就算 你現在打給他 有些私人電話給他 打給他 就說莊先生去找我 他只要幫我處理了 其實他在做第二份工作 他在做義工 他在做第二份工作 跟你在做義工 然後他就照處理了 告訴別人 然後說我找聯盟警方回來了 然後就給我同事接手 其實如果有操守 如果是有標準的話 其實我覺得是可以處理到的 但是現在很明顯物館那些 似乎好像沒有什麼固定準則 還有這一行 是不是都流失率很厲害 我想 我想是 我真的不知道 我想應該是 我見過一些狀態 因為我們在這裏講 講一些反維標 我見過一些什麼狀態 有某些管理公司 他旗下的盤 哪個盤做維修 你就會看到那個人 專業 專業被interview 專業是來做維修 不是 那個管理公司 他專業做維修的時候 就會由那個人來負下管那個盤 OK 我見過 有什麼含意 我們懷疑他遺標 真的不敢想 我懷疑他遺標 我懷疑他遺標 因為有什麼好處 我們再去的時候 他多兩次 那個人就會消失 如果我們沒有去 他就繼續在那裏出現 OK 很危險 很危險的 所以我知道是哪些人來的 所以我會跟那些 家方說 你是那間管理公司 然後他說我們做維修 我問現在是否轉了國安利 他說是呀 我很好客氣就告我來 因為我知道我一來他就走 是 所以有時候 這些類型的管理 我想 所以阿King在會裡面很重要 因為剛才我們說過的 你想想 怎麼會出自一些 擁有 或者打緊物業管理公司工的人說 是吧 剛才我們那些說話 我肯定業界不會自己說 他說 佩服 佩服 是吧 我覺得他不會說 也未必會知道 是啊 因為我經常都覺得 我經常都說 我也不是說 今天第一次說 普遍的承辦商 甚至乎顧問公司 甚至乎是管理公司 他們公司的老闆 或者基本的政策 不是出來做維標 維標是他們的 前線同事的問題 很多時候都是 老闆自己開一間公司 他不是想來做維標 他不想做犯法 他怎會開一間公司做犯法 他是黑社會 是不是很厲害 開一間公司做犯法 他不會 是一些前線同事 問題就是現在 你沒有監管 剛才我說的公司 除了那些專業的承建商 或者是那些顧問公司 要從屋嶼署拿去專業的 聯合資格之外 是吧 其餘的物業管理公司 基本上就是 拿需要登記的 是 還有如果他要請保安人 保安的朋友 就要拿警察的保安牌 拿警察的保安牌 因為物業管理公司 不一定是用自己的保安員 是吧 因為這行業都頗闊 什麼都去外判 去外判清潔 外判保安 外判不知什麼 外判不知什麼 外判救生員 外判什麼 全部搞定 我講一件好笑話 給你聽一聽 我先開名說 看看他能否告我 不關我的事 我想說香港火協會 是嗎 因為 很大間公司 是呀 歷史悠久 我和楊雪瑩議員 一起處理龍陶縣 這個也算是新陸縣 龍陶縣不算新 龍陶縣就是 房協那個 我知道 紅色那種 房協就是發展商 也是管理公司 也是業團的業主 他也沒有轉去管理公司 辭職 我只是說這個辭職事件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 其實 有些業主就說他 你請保安員回來 都沒有經過有牌照的 保安公司請回來 然後我都覺得是奧途 不是呀 那保安員自己也要拿牌照 我知道 但你也要同時經過一間 有牌照的保安公司請回來 那就可以請保安員 我明白 我明白 但是現在 有些居民指控他 他透過一間 沒有牌照的保安公司 我明白 說他判了給別人做 說房協判了給別人做 別人說而已 這不是我講的 不過我講 我講 我見到事實 我當日跟他們開會 幸好我判衫沒有 房協很過癮 你也知道他們下面很大的房間 很大的拖 那間屋苑開發團會 過往房協當然借個房間給他開 其他人都借了 轉了這班發團之後 房協不借 我不借場地給你開 那我發團不是有出街再借 借社區會打開嗎 不是他們很慘 在我的垃圾房裡面開 我就跟他們一邊開會 一邊淋蟑螂 或者在垃圾房裡面開 而垃圾房是遷建的 那不就寧願去麥當東海 因為那裏 你也知道是滿沙街 那裏是山卡拉 那裏是曱甴 那裏是曱甴 都算了 我不是很怕曱甴 當中業主有提出 剛才我講外配部安員的問題 房協有一位經理 有列席 出席的 他很理智氣壯地說 他就說 我們房協 香港房協會 全香港只有我們一間 沒有其他的 對 而我們香港房協會 是有保安牌照的 是嗎 是啊 我就可以了 所以他們可以請保安員 所以你指控我們的東西 是完全錯的 好了 我聽到這樣說 經理來過說這些 我也不想那些居民犯險 問清楚 我用經理的說法 現在你們整個龍陶園 就是 請的保安員都是房協請的 是 而房協 全香港只有一間 有保安牌 而這一間的香港房協會 就是有保安牌照的 所以 你們質疑他 請保安員回來不合法呢 我覺得不夠理據的 我真的這樣說 那就是對 對 然後發生了什麼事呢 就是他們原來 他們不是很滿意 即是 現時的保安安排 他們想就著 現有的保安員 就 剪了出來 自己再請保安公司 就放棄做物業管理 再請保安公司 因為他們的問題問什麼呢 他們在問什麼呢 他們就是問 究竟我 結封你的保安員 要多少時間 嗯 那就跟勞工法力 沒錯 那 好了 他們就是質疑 他們說 你的外判人怎樣 難教我 我回答不了我 好了 經理說完才餓回說話 嗯 接著發生了什麼事呢 即是 這個世界 就不會有些 諸一般的隊友 其中一個 防協的職員 應該是駐村那位的主任 主管 他說 蒼先生 我們不可以一次過 回答你 如何終止合約 因為我們還沒計算外判 那些人不是 不是防協的工程 沒錯 然後我說 喂 那你現在說有外判 即是剛才那些居民問得對 是啊 那外判的外人是不是 不是防協的工 不是 那外判的人是不是 替工來的 我不管他那麼多 因為他就是替價 你知不知道 我現在在質疑一件事 就是他有個經理 本身在那裡回答 就說全部都是我們防協的職員 嗯 然後另一個人回答 就原來不是 就是外判的 即是那個經理在那裡騙人 暫時 OK 即是他隨便說謊 是 是不是隨便說謊 就是 講謊的應該不是我 不過 如果香港火會要告我的 就歡迎 因為我錄音的 沒有所謂的 我回家看了幾次 我才說 他要動我 隨時動 因為這些節目都時間夠了 因為閃開好像被人告 是嗎 好吧 最後見 很慘 好了 這個就是我們慈名的惠州種 我們前面開始推出 惠州老師傅 技術來自八十幾歲 它鬆緊是非常好 是最好的豬肉 和非常非常好的鹹蛋黃 你沒吃過這個 你真的可以說 你沒吃過好吃的種 現在這樣 我們四隻是一套 我們就不散賣 就是188元 蕭定一和我 就拿了五百套 去送給我們的朋友 和伙計 就留下五百套 給大家訂 如果你喜歡吃種 一定要吃 人民超市今年推出的惠州種 用惠州老師傅秘方 慢火烹調 種生的糯米更淋滑入味 現在上人民超市網頁預訂 一套四隻 只是188元 限量五百套 如果上人民超市 荔枝角D2店 或者灣仔店買開東西 都可以上來預訂 美味的 大家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